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聊聊一个北京的单亲妈妈 在北京呢,她原来有稳定的工作 也铁饭碗,体制内的 然后呢,自己呢,带着孩子 这个移民到加拿大来 到现在呢,已经四年了 在加拿大做什么呢? 清洁收纳 其实呢,咱们俗称的清洁工 这不丢人,这工作挺好的 而且呢,在国外其实没有职业 歧视啊,中国人的这个 哎呀,你这个北京铁饭碗啊 你这个稳定工作,你跑到那去 当清洁工啊,你咋说咋说 那么她给我发了一个邮件啊 她自己的生活经历 那么她描述了她的这些过程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就来聊聊啊 她这么说的,红哥你好啊 我是2020年的3月1号啊 随着疫情的扩散呢,来到了加拿大 当时呢,在一个很偏远的省啊 所以她跟着疫情一块来到加拿大啊 3月1号 当时在很偏远的一个省啊 我知道加拿大有很多的省啊 是有这种移民项目的啊 她说呢,后来搬到了美加边境的一个二线城市啊 这个二线城市的日子呢 不像小镇那么闭塞 但是呢,也没有多伦多啊 像这个大多啊,多伦多地区呢 那么卷 很适合我 她说呢,我2023年的五六月份啊 去年抱着惶恐的心态 回访了三年未见的那片土地啊 就回了趟中国啊 她说当时呢,您的节目上火起来了 很喜欢啊 她说呢,我是北京人 晚婚晚育 在美国生了一个娃 然后回到北京 就一边离婚啊 一边办移民 一边还在工作 还得带娃 还得学英语啊 这个妈妈是三头六臂啊 这个挺厉害 她说呢,作为80后的一个独生子女子女啊 我感谢自己有一个理性 又能成大事的母亲 婚呢,是我大着肚子 自己主动提出要离的 离了婚了 那么民啊 也是娃百天后决定要移的啊 就办移民这件事儿 那么这俩事儿呢 都没费什么口舌 一个用了五分钟啊 一个用了二十分钟 和我妈谈一谈 她就同意了 也支持 对离婚的态度 她是孩子 就她妈妈的态度呢 孩子咱们自己养得起 对移民的态度就是 你需要多少钱 多久能拿到身份 其实呢 她和我都是体制内的啊 虽然不是什么能触及大财大权的环境 但也落一个呢 日子殷实富足 所以呢 我们都深知 但是我们都深知啊 那深渊的恐怖 总有种惶惶不安的担忧 尤其过去的那三年啊 她这那三年用了两个引号啊 就是极端的印证 好多人说在海外要少接触华人 可是呢 我来了四年 帮我的华人占了百分之九十啊 甚至百分之九十五啊 甚至帮我关键大忙的 包括当时办移民的那个雇主 以及中介 他们挣了多少钱 我也不管 但是呢 我只知道人生没有几个三年五年啊 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啊 你要抓住时间啊 赶快做决定 这个这个妈妈是挺果断的啊 回想当时付出的一些努力啊 够的 以及当时能够得上的数字 换来了我和娃 安生闲静的生活啊 就是当时呢 她移民呢 还是家里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啊 并且呢 又构筑了相对安逸无忧啊 能拥有理想的人生简直太值当了 这些年生活工作中结识的朋友们 都给我们很多帮助 帮我出谋划策 帮我防控风险 及时之损 还有成为多年 还有成为呃 常年不见 但心灵沟通很深刻的好伙伴 她说呢 正好听到你聊 美国遛狗啊 这个节目 所以呢 这一期啊 所以呢 我就从我现在所做的这个现金的这种 拿现金的工作和收入来讲啊 就拿开始的这种啊 她说呢 我是2022年的夏天秋天 在当时呢 刚到加拿大的 这个远程的城市啊 买了两处房子啊 她可能当时刚办移民吧 就她说比较远的那个省啊 买了两个房子 那么房子呢 付了一定的费用 交给那边 我曾经的房东啊 管理 现在呢 拿房租的净收入啊 每个月的房租啊 我拿房租的净收入的三分之一 和朋友在目前这个城市合租房子啊 每周12个小时 那么发现身体呢 越来越好啊 然后呢 到2024年 她现在呢 一个月啊 轻松的工作呢 70到80个小时 每周约17到10 每周约16个小时左右 每周约16个小时啊 太轻松了 这工作很轻松啊 这个我每天录视频 还要付很多时间啊 查资料什么的啊 你说她每周工作16个小时 那一天也就是大概3到4小时 就是每周工作5天的话 6日休息啊 6日咱不算 工作5天的话 你每天才3到4个小时啊 那么你就按她现在啊 30加币的这个 要的这个费用来说呢 那一个月也 一个月的话 也2000多加币啊 但是现在物价涨了 我估计她的报价也应该高了啊 那么你这个时间成本和收入 很合适啊 就很合适 而且呢 她后来她现在后也说呢 我的收入呢 直追啊 投资的收益啊 就之前的那个 这个买房啊 那个收益 那么以前呢 我还偶尔啊 在大学旁边干那些灵活啊 出租的房子呀 打扫卫生 老破小啊 脏 那么从今年开始呢 全都是固定的客户 家里呢 又安静啊 又干净 我也尽量的做到精益求精 比如呢 给客人分类整理啊 给人家贴上标签 然后有的家里面有那种铁翼的椅子 没有防护 在木板上 木地板上啊 滑 那么我就在淘宝上买他们那个买那个带垫的那种啊 这个胶套啊 给他包上 这个很细致这些事啊 还有一位呢 意大利的老爷爷啊 有一个很别致的圆形的小茶筋啊 上面有一个钟表 但是他那个钟表呢都很久了都流汤了 电池也都坏了 我去年回中国的时候呢 就淘了几块啊 就几块钱的那种表心送给他 然后装在那钟表上面 那个表又走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心血来潮的时候呢 也会给客人叠个什么主题毛巾之类的 他说呢 这份工作的优点就是没有扯皮 只有解压 没有老板 不用和同事们配合 更没有其他部门的协调 因为他这种 就是我直接到你们家来 我自己打扫 大家看过那个 这个谁呀 不见不散 就原来的老电影 附近刚拍那个 徐帆当时那角色呢 我估计就跟那单亲妈妈差不多 当然徐帆呢 是住在人家 给人看房子 给人打扫卫生 这个呢 他的这个工作呢 就是一天 你比如说一周啊 他接了 比如说十户八户的这个case啊 这个单子 好 人家雇主要求他 你每周上我们家来 打扫三次 或者说呢 打扫两次 三次这样 每次呢 几个小时 然后呢 你可以自己安排 跟雇主协调 那我一三五去 我一三 每周一三五去 打扫卫生 你六日 你们家里有人 一三五 我可能星期一上午去 或那星期三 什么 你自己别好协调这些时间啊 是你自己的单子 所以呢 他说呢 对客户 一加标准负责 给人家安排好 就行了 简单又省心 我一般呢 就是一边听 戴着蓝牙耳机 听各种节目啊 听各种小说啊 然后用这些清洁工具呢 打扫卫生 时间呢 自己安排 挣钱带娃 两步步 偶尔旅游呢 也不用 硬着头皮去请假 工作过程当中呢 还能深层接触到 很多当地人的生活细节 况且呢 能给得起啊 这个费用的家庭呢 都是素质比较高 相对呢 也没什么麻烦啊 也没有什么这个刁难 在遇到过节的时候啊 有很多的家庭呢 还会给我特意包个小小的小肺啊 觉得很温暖 那么他说呢 最后一段 他说我的孩子啊 刚来的时候两岁半 当时呢 看他站在这个这个童话绘本上面 绘本中 电影动画中 那种才有的厚厚的大雪堆的边上的那个模样 我就很激动啊 就是小孩儿的童话书上都有嘛 那么我就很激动 妈妈能够在我陪伴你的这种情况下 把你带到这方净土 四年了 孩子健康又乐天的享受着加拿大的每一天 他就像所有小朋友应该有的那样 有爱心 有幻想 让我给他管的呢 也是有规律和条理 而我还能帮我分担一些小事物 也愿意照顾其他的小朋友啊 做事不出格啊 很好 同时呢 也有一些自己的兴趣 有一些小成果 我感觉我现在感觉很幸福很满足 又十分感慨 这种平淡才是生活本该有的样子 而不是焦虑攀比功利 您肯定懂啊 然后呢最后是这个感谢啊 这个您看到我这个邮件啊 也愿意跟大家啊 跟您分享啊 有机会再去您那边旅游啊 这这位网友给我来的这个邮件 我觉得他的这个移民的决定啊 很果断啊 就有好多人啊 这个钱 嘀嘀咕咕 哎呀 我去加拿大干什么 哎呀 到那去做什么 值不值得去啊 像他里面的一句话 他妈妈问他 移民的态度就是 你需要多少钱啊 多久能拿身份 这个 这个东西呢 呃 中国的这些中介公司啊 都爱大包大揽 没问题啊 你办五年保证拿身份啊 怎么样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拿身份不拿身份 你只要按照他的这个 有的移民的程序啊 人家有的移民项目啊 合法的啊 真实的这些移民项目 你跟着他走的话 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 加拿大有很多省 他自己有一些移民的项目 像魁北克那边 现在法语区也在吸纳人 但是法语区那边呢 要求法语啊 在加拿大呢 有很多的项目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 这个不一样的了啊 但是他首先 他当时的决定呢 就很果断啊 而且呢 他也啊 表达对当时 在加拿大这四年呢 有很多华人帮过他啊 我自己也有 我自己有体会啊 就是你对别人真诚 同时呢 你也要分辨啊 就你面对的这些人 是好人坏人啊 你也有 当然也有一定的 这个阅历和分辨能力啊 你也不能被人家 瞎忽悠啊 但是同时呢 你要真真诚待人 别人别人也会 得到这个 得到回应的 他也知道 你这个人啊 挺好的 会帮助你啊 那么他说 他这个工作 我觉得是不错的 他你像现在 一周就工作了个十六七个小时 一天才三四个小时 那么一天可能就安排个一两家啊 到你们家今天我去打扫打扫 下午再去那家打扫打扫 其他时间他就自己安排了 带孩子呀 接送孩子 玩啊 这就照顾啊 带娃呀 完全不耽误啊 他这时间挺好 而且他这种拿 Cash的这种方式呢 比较属于就 Self Employee啊 就是这种 Labor啊 自己我自己干 我自己挂在网上 然后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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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雇主 你们家 需不需要打扫 而且呢 他这种 就跟我之前说的六狗是一样的 就这些雇主之间啊 他们也会分享 哎呀 我们最近找了一个小时工啊 其实他在加拿大干的 咱们中国以前叫 家政保洁小时工啊 就这个 然后呢 你说这个 这个雇主之间也会分享 哎 我们这找这个人 每星期上我们家来三回 打扫的挺挺好啊 有很多事情都干的不错 我们也很满意 怎么怎么样的 跟朋友说 哎 朋友介绍朋友 都很放心啊 这个人来 美国也是一样 那就是他 你就 给你钥匙 你就自己去啊 中国 我不知道现在 以前我在 天津的时候找保洁 都是在家 在家那什么玩意儿 在家得 陪着他啊 因为有这个 不放心的 但是在美国 我看到一些是家政公司 清洁公司啊 他有钥匙 你白天上班去 你别管了 然后他就进来 给你刷完呢 什么叠衣服啊 什么洗衣服 擦地啊 打扫卫生啊 前后院子看看就完了 但是院子里 上人不管啊 美国好多是这种 清洁公司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个人啊 现在美国也好 加拿大也好 有很多的app 手机上的app 然后有很多的软件啊 有很多的网站 就是你直接找啊 各种各样的labor都能找来啊 就是说哎呀 我今天我们家这个东西 我想干点什么活啊 你就跟人家联系 他就帮你来 比如家庭的维修啊 电路的事啊 什么水管工啊 拉起巴糟 你自己要干不干不了 就找人家 然后干保洁的 这个是挺多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妈妈呢 第一比较果断 第二呢 是比较能够呃 这个面对这个自己的心态比较好 因为有很多啊 你像他北京的这个 呃 北京铁饭丸啊 到加拿大来 哎呀 我去干清洁公 哎呀 这个这样不好听啊 感觉好像不好听一样 其实你在国外做什么样的工作 都没有人歧视你啊 我原来做那个开Uber的时候啊 我就开出租车 就等于在国内来说嘛 就是哎呀 你怎么跑美国开出租车去了 你管着我开我乐意啊 而且当时我说过 我开Uber的时候 我的印象当中有98% 咱不能说100% 有98% 对司机都非常客气 上来啊 你好 哎呦 今天天气不错呀 下车永远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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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中国开出租车 开电招车 开网约车 我没做过调查 但是 我这个回来问问 我让我那个上海的朋友 梅大师啊 他他他最近可能还在上海呢 问问网约车司机 就是你平时遇到这些乘客 到底能听到这个谢谢的比例有多高 能不能到98% 我相信是不到的啊 包括他说啊 这些雇主呢 也都很温暖 有的时候人家过节呀 包括小卡呀 什么东西的啊 是这样的 我原来也不懂 后来也是跟老外学的啊 原来我们家不是那这个这个弄网店吗 就疫情期间啊 这个我们买的东西采购东西太多 然后呢 邮局的那个送信的大姐 每次都大箱小箱往我们门口搁啊 然后我基本上每三个月给他一百美金的小费啊 我们家东西太多了啊 所以我就每次哎呦 不好意思 后来呢 我就专门给他买了一个小手推车 他得从他那个邮局的那个车上呢 把东西卸下来呢 推到我家门口 所以我专门买一个手推车 就放在门口 就告他 你就别再一趟一趟搬个两个箱子过来 又搬三个过来 我就装在车上 你推过来搁这就行了啊 后来呢 人家也挺好啊 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啊 其实呢 很多华人朋友在海外能做这种 简单服务业的啊 像他这就是啊 原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说过 还有别人帮我介绍 去陪一个老头 就是我们男的嘛 去照顾一老头 一个退休老教授啊 说那个老教授呢 性格有点 呃 就是这个 这个不能叫毒吧 然后呢 找一个 他现在行动不变 找一个人 当时我记得 一个月给三千多 但是你得住在他们家 给他做简单的饭 哎呀 我心里想 那不就成住家保姆了吗 那我这 他住到什么时候去啊 哎呀 我就没去 再有一个呢 当时呢 我有点担心 我是怕 这照顾一老头 他万一 这这这 他有什么身体 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碰瓷啊 这玩意儿 哎 刚来的时候 我还有这个啊 就中国式的这种概念 后来别人去了 也是一个 别人找的一个华人去了 那个老头是老外 蠢老外啊 但是他给钱不多 三千多块钱不多啊 在他们家 但是你也只能在华人圈子里找 后来有个哥们去了 后来那老 我说过 那哥们去之后呢 那老头最后呢 临终之前啊 出了一本书 然后他帮那老头呢 出书 然后那老头呢 还给了他一笔钱啊 这这这挺有意思 好像是板税的多少 给他点 给他点钱啊 就是赔了老头 可能有几年啊 这是我知道那事儿 包括我以前说过啊 帮人家这个做早饭 看孩子的也有 就在小区里面啊 周围 哎呀 人家这个 这个两个人都上班的 家里有两三个孩子的 早上你得到人家里去 给这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做好早饭 然后给他们穿好衣服 送到校车站 陪着他们 让他看他们上了校车 你就玩活 这一天没你事了啊 人家两口子该干嘛 你甭管 你可以在这房子里待着 好像那 就是因为那个 那爸妈呀 跟孩子的这个时间不吻合 所以找这么一个人 然后下午呢 就是这个 你就到校车站 把这几个孩子接回来 三点多吧 接回来之后呢 给他们弄点点心 吃点点心啊 然后陪到他们大概五点 等五点五六点钟 等这两口子下班 你就回家了 这一天在在人家里 你也不用打扫卫生 什么活也不用干 那是我以前说过的啊 那个 那是大概得有个 十五六年前啊 那那那这个价 当时他是在美国 给人家给一个月 给他一千多块钱 一千二一千三美金吧 十五六年前啊 不少了 十五六年前啊 这是我知道的啊 还有呢 就是这种 这个自己啊 做这种现金工 他叫现金工啊 实际上就是这种 self employee啊 拿现金的 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 回头呢 我这个问问他 愿不愿意 让我去拍一拍啊 其实我也算 给他做的广告 他是做这个摄影工作室 就是给孩子拍满月照 给孩子拍肖像照 成年人也可以 就在自己家地下室 他是 他是学过美术的啊 摄影 他有专业的设备 灯光啊 布景啊 背景啊 都有 非常忙 就在这个 伯利尼亚啊 就我们家那个附近啊 伯利尼亚那儿 华盛顿 周围啊 他就在那个 什么华人群里啊 然后哪里发发广告 我天哪 那个时间根本排不过来 而且像很多华人吧 他六日才有时间啊 周一到周五上班 而且吧 这个老外拍的吧 其实老外拍那些肖像照吧 很美国范儿啊 大家看过啊 就是背景比较深 有的时候 他也不修图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什么道具背景 也弄得不那么丰富 但是呢 你找一个中国摄影师呢 哎 华人摄影师呢 他的角度啊 就跟国内那些啊 就是孩子的成长照片 我女儿反正是从出生百岁 然后这个满月 然后后来一岁两岁每年 反正我都去找他 给我女儿拍一些照片 然后呢 他拍的也不错啊 布景安 这个小道具啊 弄得也挺好 非常忙 就我说的非常忙 而且收入也很不错 收入也很不错 但是他比老外便宜啊 比老外便宜 但是在人家 人家自己拿这现金 对吧 人家自己报税 这都没问题 所以呢 我就举例子啊 像这个 这妈妈 发来的邮件啊 我觉得 在海外的朋友呢 可以干各种各样的事情 你不也没有必要 非得削尖脑袋 哎呀 我得去找个打工的事吧 我到餐馆去打工吧 我到哪去干啥干啥吧 你可以 美国 加拿大也好 呃 这些移民国家 都有大量的这种网站 APP啊 你在上面注册 你有什么技能 能帮人家干什么 都可以啊 都可以 你发布 你到时候会会有一些 呃 你觉得还是不错的一些事情啊 都都会自己发现的啊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 谢谢